你着什么急啊 我不想去 你着什么急啊 必须得去啊 你不着急 妈着急啊 再说了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没结婚呢 妈能不及吗 你看人家 大孙子 外孙子 抱着 搂着 乐呵着 你妈我这抱着什么了 我不是买了一条狗吗 你要你抱狗也行 我抱狗跟抱孙子能一样吗 妈 我把那狗当儿子看 我俩清楚了 别人去 你活啊你啊 妈这回来可发现一个大好事 就是你们那小区里啊 有一个相亲角 我姑娘这张照片 这要是往C位上一挂 那些领了证的结了婚的男人 肯定得后悔 咱就顾不上了 让他们后悔去吧 我啥都没随上你 吹牛这块随得死死的呀 这不叫吹牛 这叫乱我可不去 姑娘姑娘你告诉妈 你到底想找一个啥样的 妈到那一撒吗 立刻给你逮回了一个 我就挺简单的 稳重善良 就最好还有点幽默感 那长相呢 高鼻梁大眼睛 最好是扛老 为啥得扛老呢 你女儿这么冒昧如花 年轻靓丽的 不得扛点老啊 好像你比妈还能吹 这个条件有点太完美了 妈上哪儿给你找去 好找 多的是 咱那个物业副经理赵刚子 就那样跟一模一样 赵刚子 那你去忙去吧 别给我乱贴啊 放心吧 赵刚子 那个街坊邻居们 你们知道物业怎么走吗 哪边 这边啊 谢谢啊 谢谢啊 那边吧 大姐夫 你干啥呢你这是 不是 咱们物业部搞一个相亲奖吗 把锣准备好了 花也准备好了 只要一成了 咱们敲锣打鼓带红花 哎呀 叫你负责个事 你就弄这些小儿磕的玩意 什么玩意这是 哎 等会等会 看这张照片怎么样 哎 这个女孩 我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呢 面熟吧 这就是咱们小区上总的女儿 哎呀 哎 哎呀我说呢 啊 这这不就是上总带两个小便吗 嘿嘿 女儿都随着大呢 啊 人家他女儿要参加你这个相亲角 没问题啊 你放心吧 我给他安排个地儿 好嘞 嘿嘿嘿 嘿嘿嘿 怎么这么大个地儿 这不挺好吗 这 哎哎哎哎 嘿嘿这行 看什么玩意 什么就行 干嘛 是不是你没看见我这个设计吗 这什么设计啊 这是一个心 看见没 啊 所有的人都围着这个心转 哎呦 你这个创意太好了 啊 让别的孩子转吧 咱俩孩子就是 哎 心的中间 哎 什么什么心的中间 不能贴心中间 陈顺峰你老搞这特殊话 我搞什么特殊话 陈顺峰过来过去 干啥 你最近是不是又求人家上总跟人家做买卖 对 所以你这个心呀 对啊 我跟你说我求你了这是个C位 不行 C位命中率高 我告诉你顺峰 哎 我照刚子一碗水端平 端什么平 哎呀 挺好的地方 哎 哎刘大爷 咋这交物业费啊 哎呀 你我跟你讲啊 刘大爷 你不用跑了 你住那个楼层那么高 身体又不好 下了一趟干啥呀 我去找您 到时候您扫码 我这随身带着扫码呢 啊 好好好 好嘞 好嘞 哎呀 说嘛 哎 别瞎贴啊 我不贴 哦 放心吧 我不贴 不贴才怪呢 我 哎呀 给上总发个视频 来 哎呀 哎 上总 我前日文 我是不是英俊 哎呀 我现在就在相亲角上 你女儿的照片 我当着你的面 我给贴在C位上 哎 上总 上总 卡了呢 哎 有了 上总啊 哎 上总 我正在相亲角呢 我现在就把你女儿 哎 给贴到C位上啊 哎 贴到C位上啊 谁呀这是 哎 上总 可以了啊 哎呀 行 哎呀 干嘛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你 你个老太太你干嘛 你干嘛 有没有个先来后到 我就是先来的 你讲不讲理呀 你讲不讲理呀 老太太你多大岁数了你都 你多大岁数了 这么大岁数来参加相亲角 你知不知道你的照片网上一贴 整体的岁数能提高三十岁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人小眼睛就小眼睛吗 你别什么都看不见 你仔细看看那是我吗 这还用仔细看吗 这还用仔细看吗 这不是你吗 还真不是你 我跟你说 这是二十年前的你 这老太太可真行啊 现在相亲 把二十年前的照片贴上去 你这是欺骗呀 你欺骗全小区老头们的情感呀 谁欺骗呀 就是你呀 你眼睛看不见你用嘴看 我看什么看 呦 黄小黄 哎呀 阿姨 我明白了 黄小黄他自己不好意思来贴 让阿姨来贴 对不对阿姨 你管我叫啥 不是 阿姨 阿姨 不是你你已经长成个老头样了 你这么叫不把我也叫老了吗 我不是因为你的岁数叫的阿姨 是因为你是他的保姆 对不对 保姆不都叫阿姨吗 我是黄小黄家保姆 那你就是他们家司机 不是你到底是谁呀 我是他妈 哦 黄小黄他妈 对上来 怪不得黄小黄那么虎呢 他妈是个老虎啊 你说啥呢 不是你说啥呢 不是 你你再说一遍 阿姨 你那那既然你是黄小黄他妈 我还真得叫你阿姨 你想想 您是他妈吗 就你闺女 哎就你闺女这条件 他贴在这C位上合适吗 我闺女的条件贴贴不合适 谁贴贴合适啊 他合适 他太不合适了 我跟你说我就不能让你女儿贴在这个C位上 我就贴贴了 我就不允许 我就不允许 你你物业啊 你管那么多啊 还真提醒了 我就是物业的 你物业谁啊 你谁啊 你管着我啦 我物业副经理赵刚呢 你谁啊 赵刚呢 我的妈呀 我们在下着了吧 你拉倒吧 人家赵刚子是高鼻梁大眼睛 你长眼睛了吗 不是吗 别扒了 你就算是撕开那眼睛也太小了 再说了 人家赵刚子都说他扛老 你扛老 你扛老 我地妈呀 这你要真扛老 那你年轻的时候得老成啥样啊 你这老太太说话太损了 那我说你这老头就不地道 讨厌 我还告诉你 我就是物业赵刚子 这个相亲角就是我们物业办的 我就专门负责这个事 我就不能让你负责这事 你给我拿过来 我不给 你不给我贴上我给你没完 你听我说 咱们心平气和好不好 你说 就黄小黄你闺女这条件 她能贴C位上吗 她怎么就不能贴C位啊 你就看看你闺女那个头 那形象 那年龄 你闺女的又四十了吧 我才五十三 我闺女四十 你怎么说话呢 黄小黄四十 她妈五十三 你多年轻就结婚了呀 你气死我 你等着啊 你等着啊 干嘛呀 我跟你说提赵刚子 黄小黄你现在赶紧到相亲角来 有人欺负你妈 赵刚子的威名还挺厉害的 赵刚子 干嘛 今天我跟你没完 你没完能怎么的 你等着 等着我就等着 哎呀 哎呀我 师傅 干啥呢 你过来 我告诉你 你要出事 啊 看见没有 这 这主惹不起 这谁呀 你甭管他是谁 冲着你来的 哎 要收拾你 哎 我听说他要收拾你 我报了号了 我替你报了号了 我说我就是赵刚子 有事冲我来 哈哈哈哈 你你你赵刚子啊 那我我是谁呀 你你你是我 钱润峰 你过来 打架 钱润峰你是不是给我挖坑了 对啊 我就是给你挖坑了 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给你挖坑 别人想给你挖坑 我我不答应 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是我 钱润峰 钱润峰最安全 赵刚子 哎 你给我过来 我让赵刚子过来 你哪的 我物业的 呀哈 这物业的心还挺急 你叫啥名啊 钱润峰 他叫钱润峰 钱润峰你给我过来 今天你给我评评理 就这个赵刚子 他要把我气死了 那个您别生气 有什么事咱慢慢说 好吧 那个大姐啊 什么事 你管我叫啥 大姐 你不管我叫阿姨 不应该吧 不应该 你看您 您这个状态 您这个皮肤的质感 您今年有四十吗 我怎么有点不生气了呢 大姐啊 哎 我跟你讲啊 有什么事啊 别生气 明白不 啊 你一边去 哎 哎 咱有啥事咱别生气 慢慢说好不好 啊 我刚才看你好像 怎么着身体不舒服吗 哎呀 别说了 这赵刚子 真是要把我给气坏 你这 我这心口味都气得难受了 哎呦是吗 嗯 你要不这样 我拿手机 进这个京东大药房 我给您要点药 那药挺好的 非常方便 谢谢你啊 大姐 你听我的 啊 有什么事咱慢慢说 不能生气 明白不 你看你一生气啊 对你的身体不好 但是您万一一生气 再年轻几岁 您让其他女同志怎么活 好 是吧 大姐 兄弟啊 哎 顺风啊 哎哎 你也太幽默了 哈哈哈哈 你也太风趣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长得也太帅了 哎呀妈呀 大姐 那个 大姐跟你说咋回事啊 我呢 是黄小黄的妈妈 我今天来 哎呦 您是黄小黄的妈妈呀 哎 哎呀您好您好 对不起我不认识您 那我还真得叫您阿姨 单论 你叫我大姐 听着舒服 是吧 哎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您那啥呀 哎 这不黄小黄岁数大了 没找着对象 我这当妈的心着急呀 我就拿着他的照片 想贴到你那相亲角的C位上 没想到这叫赵刚子的 他非要把那小胖堆贴上去 他这样做不对 不对吧 不对 不光是不对呀 他还说我闺女条件不好 说我闺女个儿不够高 那是胡说 黄小黄那个儿 穿上高跟鞋够用 还说我闺女颜值不够 那是瞎说 妈妈都这么漂亮 那闺女能差吗 嗯 还说我闺女都四十了 胡说 黄小黄也就三十 看着就跟十八似的 对吧 他还说我把我闺女照片贴上去 说 这把整个小区的 呃 所有孩子的颜值啊 整体素质啊 全给拉下来了 瞎说 黄小黄要是挂上去了 我们整个素质就上去 你听听 你听听 你看人前顺风 这眼里我女儿全是优点 你看看你 哎呀 我跟你说吧大兄弟 就这赵刚子他啥也不是 他就不是个东西 你说是 是是是他哎 赵刚子是是是是不是个东西 哎 陈水峰 哎 陈水峰 我说你呢 陈水峰 干什么 哎 你说你还能说出黄小黄的优点来 哎呦我的天呐 你再说说 你说具体点 你说具体点让阿姨听听 大兄弟 哎 把我女儿的优点全部说出来 是 就是黄小黄 啊 黄小黄呢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说 哈 就是说 就是 呃 黄小黄就是 就是 肯定 是吧 就是咱们说这个就是往下就是 一定就是 就是 呃 就是说呢哈 就是说黄小黄 对吧 黄小黄就是 就是 就还是得咱们说 对吧 就黄小黄就是 就是应该 对吧 就是那是肯定 呃 一定的就是他就是你往长远的发展 对吧 黄小黄 是 一定那个 啊 就是 好不好 哎 你这爱什么你爱呀 你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是 他说的多全面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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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多具体呀 哎呀就这还全面具体呢 你说吧我闺女这照片应该贴哪 贴在最好的位置上 哎 什么最好的位置上 那双楼的女儿贴哪啊 你别跟着瞎唱了 啊 你有多少最好的位置啊你 大姐 你看啊 这是我设计的造型 这是一个心 嗯 你看出来了吗 心 看出来了 所有的照片都围着这个心在转 哇 你看啊 大姐 这儿是不是心尖价 是 哎 你看 我把他俩 贴在心尖价上 您说 可以不可以 太可以了 行行行这儿行 太优秀了 兄弟你也太智慧了 你也太好了这人呀 看看人钱顺丰 钱顺丰就是个有能力又优秀又好的人呐 我也说阿姨啊 哎 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 啊 钱顺丰好 哎 所有人都应该向钱顺丰学习啊 咱们大家都向钱顺丰学习啊 哎呀太好了 哎呦 阿姨啊 但是这个钱顺丰好是好啊 啊 在小区里边啊 好多人都有都误会他呀 都认为这个钱顺丰啊 他不是个玩意儿啊 那谁呢 那就不了解这孩子 我跟你说 钱顺丰这人不光是人好 你品吧 他优点多了去了 可不嘛 我都想挨家挨户的 街坊邻居们 我都想宣传宣传 这钱顺丰好啊 你不用去 啊 我去 那你啥时候去啊 明天去 你有空的话 现在就去 这就去 好了 你等会儿阿姨 哎呀 我跟你说 这正好有个锣 哎呀 这搞活动呢 啊 哎 你拿着他 拿着他 你你你敲一下 街坊邻居都出来了 都知道钱顺丰好啊 太好了 这就去办家 哎呀 妈 妈妈来了 我躲躲 闺女 谁欺负你了 啊 谁欺负的 是不是你欺负的 是不是你欺负我妈了 啊 我没有 你干啥呢 咋了 这指手画脚的 你咋跟我兄弟说话呢 谁是你兄弟啊 他呀 我 你啥时候成我舅舅了 刚刚 不 你得叫哥 丹论 不怕你姑娘啊 今天多亏是妈来了 妈才明白呀 你这眼光也太差了 我什么赵刚子就是个大好人呢 他那么优秀 他什么都不是 我告诉你 这赵刚子在你妈心里 他就不是个玩意儿 他就不是个好饼 今天妈 终于发现了一个金子般的好男人呢 谁呀 以后你找对象 你就得给我找他这样的 谁呀 钱顺丰 钱顺丰哎 他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蛇 什么 钱顺丰怎么啦 钱顺丰很善良啊 钱顺丰这个人很正啊 哎呦天啊 你这小子 对不对 身上全是缺点 就刚才这两句话算是说明白了 对 没事的时候啊 去京东大药房好好去弄点药 好好补补你还有救啊 对 这个从现在开始 对 我就是钱顺丰的义务宣传员啊 哎呀太好了 对行动起来 街坊邻居们 钱顺丰他是个大好人呐 这人呐他正啊 以后交朋友就得交钱顺丰这样了呀 哎哎哎哎哎 你干啥去啊 好不容易有人表扬我 我配合配合人家 阿姨你等我一会儿 我配合你 赵刚子那人可不咋地呀 你们可别相信他呀 眼睛得擦亮嘛 花眼花我跟你说 你妈那么吵过来 明白了吧 我一事一鸣不能毁在你妈身上啊 你错了是不是啊 赶紧啊 哎呀 妈呀 带我 你这是什么事啊 妈呀 我是造港的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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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hizo我